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用中华数据点叫真理的本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本子 它一共有20册 我这个本子是比较老一点的本子 87年重新运刷的 同学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新的运刷的 87年的时候一套书56块钱 你们现在的书多少钱呢 整整10倍 不过你现在也比我当年富裕了20倍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自知通鉴常简称通鉴 以后同学们小文章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自知通鉴的时候 可以用全称 再出现的时候就用简称就行 你们这本书太有名了 没有必要老是用全称 一共354卷 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 实际上是司马光受赵主持编修 先由助手 范祖瑜 刘树 刘斑等人搜集资料 按年约日写出从母和长编 当时他们的编辑体力 再由司马光考定史诗 对长编进行闪削处理和温度加工 并最后定稿 全书的编撰历时19年完成 为机体撰修的一部多卷本 扁念体同诗 首先它是一个扁念体的史书 史书题材大家要清楚 其次它是个同诗 不是一个扁念体的段代诗 而再一个特点是 它是一个多卷本的 它的证文就有294卷 全书包括证文294卷 目录30卷 考一30卷 一共有三位多案子 以时间为纲 事件为目 记载了自周围猎王23年 公元前403年 到五代后周 世宗显得6年 共1362年的历史 涵盖16个朝代 全书注重总结历代 治乱兴帅的经验和教训 一共通知者借鉴 宋申宗认为该书 鉴于往事 有资于制道 定名为自知通鉴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也反映了宋申宗 他还是有逊王党的学术修养 和聪明才智的 有资于制道的 以免通鉴到今的镜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特点 尤其从史料价值 这个角度来看 就全书的史料价值而言 前后大有不同 通鉴随以前部分 都取材于历代证实 史料价值不是很高 为什么不是很高呢 因为他当时 编撰自知通鉴的时候 说取材的历代证实 今天均完整的保留 也能看到 而随极 唐极和五代极 则不同 史料价值十分突出 这个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 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常识 有专家通计 该书随唐部分的史料 由半数左右 不见于现存其他史机 在撰修圈书时 司马光态度极为严谨 从众多史料中 选择最为可靠者采用 并将考定史史的过程和理由 转为考一三十卷 其中属于随唐五代部分的考一 就有二十三卷 这对研究随唐史也既有价值 该书还以称光阅的形式 发表对木学史史的分析和评论 是研究司马光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司马光借鉴的 司马迁的太师公阅这样的形式 发表了一些评论 这样的一些评论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史论 我们如校高等研究院的张富翔教授 目前正在对这个历代史论 加以系统的研究 这里边是反映了中国古人 关于历史 关于历史边段的一些思想 包括一些这条思想 所以张富翔教授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通监问世后 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注视和研究 就是通监问世以后 砍课出版以后 百事学术界有些人对他进行研究 这就是自治通监的研究史 或者叫学术史 我们这堂课对这一点也要进行关注 其中原人胡三行的柱 简称胡柱 因周密 祥明最为著名 胡柱足以指明通鉴的前后照应 涉及各种典章制度 舔文 立法 地理 营运 民族 外国等情况 盯正了元素的若干错误 引用了当时能够见到的众多文献 实料价值也十分突出 基本上是一个北克圈术式的 胡三行的学问令人感到震惊 对历代典章制度 金属 尤其是非常难的天文 他也懂 隐喻 学界公认 读通鉴一定要通识读胡柱 读胡三行的柱 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 不要秋快 目前我们现在中华数据的点教本 自治通鉴 胡柱敷在正文里边 我们赌放这么一两卷以后 一眼就看得出哪些是胡柱 先通行中华数据点教本 自治通鉴 胡柱语气中 颇变阅读和使用 另外南松元素 编由通鉴即是本末42卷 选举尔比三十九件史将通鉴管于歌诗的前后技术 摘变的一起 对了解歌诗的发生发展和来龙去脉 极为方便 但研究问题正因危险是不易引用词书 我说的不易引用词书是说的平和了一点 严谨的表达是杜绝引用词书 因为这本书没有任何饰料价值可言 它的用处就是说 对我们了解着二倍三十九件史的来龙趣味 你可以击中的加以了解 但是因为它是万万正正从自治通鉴里边抄过来的 而自治通鉴我们现在能够万整地看到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饰料价值可言的 如果我们做学术文章 有些引文你使用了通鉴即是碑墨 那是要闹笑话的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读到了两位学者 关于自治通鉴的饰料价值一些评论 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 一个是蔡德庚先生 再一个是黄武年先生 蔡德庚先生的一篇文章 关于自治通鉴这篇文章 我做了些揭露 蔡德庚的这篇文章 发表在吴泽和袁英光编著的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册上 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蔡德庚先生对司马光和自治通鉴 也做了些介绍 他说司马光自军时送陕州下县 今陕西下县人 人宗保愿见见近史 历世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 足以元有元年 九月享年六十八岁 这都是虚岁 曾太师温国公 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 司马光被称为司马温公 就是从这里来的 宋师的卷336卷 由司马光的本传 司马光出修通鉴的时候 官知事御师总成汉林学士 反观寻官还有其他的称呼都有 期间宗世纪数据自随到原封七年成书 已经66岁 第二年神宗死折宗继位 证据改变王岸石新一发被罢出 原有原年 任二月司马光出任宰相 到九月初一逝世 世纪任宰相只有九个月 司马光是一个学者 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把官营 从通鉴圈书来看 石料多少已不均衡 这是赛德庚先生 关于自治通鉴石料价值的研究 他认为从战国到三国一段 大致用战国策 前四十 前四十就是指的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制 巡约的汉迹 袁洪的后汉迹之类 近至岁一段 出正式外 逐家近书 近南北超时 亦有存者 如孙盛近阳秋 西多池 汉近春秋 胚子也 宋略 翠虹 十六国春秋 萧芳等 十六国春秋等 君在引用之列 至于扎实 文集 次亦时期 史料较多 正淫已不少 汤五代一段 材料来源 云欧阳修 宋旗修 新唐书 五代史记 五代史记 后来就是指的 新五代史 条件了通 原始材料 说在有之 考证一件事 可以由几种 不同记载 相互补充 相互定证 由左右 丰愿之乐 较三国 纸钱 饲料缺乏的情况 大不相同 这是蔡德康先生 的研究的总结 蔡德康先生 列了一些书目 我们在读 有关的 资质通缴 原文的时候 会牵扯到 黄文年先生 唐氏史料学 是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2年版的 他的观点是 通缴 虽记以前 只能以记转 提证实为主 知识编写的好 从史料上讲 躲物特殊的价值 一般做研究工作的 应该引用证实 黄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资质通缴 虽以前 史料价值是不高的 但是它有常数 就是说 它整合了很多的史料以后 重新的编撰 写的更好 更有利于我们 了解 一些历史发展的过程 但是 写学书文章 做研究的时候 正义原始文献 诸名出处的时候 要用证实 用自知通缴 正义过的证实 我们今天能够 完整地看到的 一些文献 不要直接用自知通缴 随即唐记和无代记 则和以上不同 有重要史料价值 甚至比新唐书 新无代史的价值 更高一些 我听过 黄文年先生的课 黄文年先生在课上 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范氏陕西史范大学 出身的研究生 这一点都是非常清楚的 同学们可以看一看 新当勇老师 最近的一些研究 这一点 同学们务必要清楚 就是说 自知通缴 随即以前的 一些记事 做学术研究文章 你要是真影的话 要特别的谨慎 一般不用 当然也有一些 他自知通缴 真影到的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 这个时候 就要进行史料的考证 文献学的树立 才行 有一年 我们历史文化学院 有一个同学 去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服事 有一个老师就问他 说 让他回答一下 自知通缴 追踪以前的史料价值 我们的同学说了很多 实际上老师 要的答案就是 史料价值不高 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我今天给同学们 讲清楚 以后不准再犯 这样的错误 这是一个介绍 介绍呢 非常简单 当然同学们 对自知通缴这本书 也不陌生 从本质上来讲 这样的介绍吧 对于做学问来说 你只知道这样的介绍 是源源不够的 是需要亲自来读一读 自知通缴 这两个人